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了无数次解剖 但没有研究人员能够找到鳗鱼卵或确定它们的生殖器官 由于缺乏数据 博物学家提出了各种鳗鱼起源的故事 亚利士多德认为鳗鱼会自发地从泥里钻出来 老普林尼则认为鳗鱼会在岩石上摩擦自己 随后刮下的碎屑就有了生命 据说鳗鱼会在屋顶孵化 从其他鱼类的塞中钻出来 甚至从甲虫的身体中出现 但鳗鱼繁殖的真相更难想象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谜团 学者们必须重新思考几个世纪以来的研究 如今 乙制淡水曼的生命周期有五个不同的阶段 细鳞曼鱼小鱼 微型玻璃曼鱼 青少年曼鱼 老年黄曼鱼 和成年银曼鱼 考虑到鱼在这些阶段存在根本的身体差异 可以认为它们是不同的物种 其实 这正是欧洲博物学者的看法 研究人员知道细叶曼和玻璃曼 但没有人猜到它们与白叶曼和黄曼有关 后者生活在上游数百公里处 更令人困惑的是 鰻到晚年才发育出性器官 它们在欧洲河流中的全部时间 基本上都是鰻鱼的青春期 那么鰻鱼什么时候繁殖又在哪里繁殖呢? 尽管名字叫淡水鰻鱼 但它的生命其实起源于百目大三角的咸水海域 在每年气旋季节的高峰期 成千上万条三毫米长的鰻鱼鱼苗 会从马尾沼海漂流而出 从这里出发 它们沿迁路线到达北美洲和欧洲 四千万年前鰻鱼建立这些路线时 这两大洲的距离要近得多 在接下来的三百天里 安归拉鱼苗顺着洋流漂流六千五百公里 到达欧洲海岸 这是已知最长的海洋迁徙之一 它们到达的时候已经长到大约四十五毫米长 变成了半透明的玻璃曼鱼 改变的不仅仅是它们的外表 大多数海鱼如果进入含盐的沿海水域 淡水会令它们的细胞膨胀导致致致命的爆炸 但是当玻璃曼鱼到达海岸时 它们的肾脏会保留更多盐分 并保持血液中的盐分水平 这些新出现的淡水鱼群 向溪流和河流上游迁徙 有时会在彼此身上堆积起来 以清除障碍物和捕食者 那些成功抵达上游的鱼 变成了不透明的曼鱼 在终于抵达狩猎场后 它们开始吞食任何能吃的东西 这些杂食动物的生长速度 与其食量成比例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会长成更大的黄色曼鱼 在这个阶段 它们大约会长到八十厘米长 并终于发育出性器官 但曼鱼生命的最后阶段 以及它们繁殖的秘密 仍是一个谜 1896年 研究人员确认细鳞鱼是幼曼 并推断出 它们是从大西洋某处来到了欧洲 然而 要找到这个神秘繁殖地 就必须有人对海洋 进行难度极大的搜寻 来寻找这些不足三十毫米的幼虫 Johannisch Schmidt 就是真正采取行动的那个人 在接下来的18年里 这位丹麦海洋学家 在四大洲的海岸 进行了突王捕鱼 捕到越来越小的细鳞鱼 终于在1921年 他在马尾沼海的南部边缘 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小的鱼苗 尽管科学家们 已经了解了鰻鱼的往返迁徙 但还从未在野外观察到交配现象 也没有发现过一颗鰻鱼卵 主流理论认为 鰻鱼繁殖是一连串外部受精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精子 为自由漂浮的卵子受精 但马尾沼海强大的海流 和缠结在一起的海藻 使得这个理论难以被证实 研究人员甚至不知该去哪里观察 因为他们还没有成功地追踪到 鰻鱼的回游过程 在这些挑战得以解决之前 鰻鱼的古老秘密 将继续从我们指缝中溜走 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 观看这些视频挑战您的认知 或者掌握您所不知道的知识 订阅并保持好奇心 请不吝点赞订阅